電歪快檔 歡迎收看 電歪快檔 Merry啊 幫我找個滴滴板好髒喔 Yes Mada 快一點 馬上來燒底啦 3 燒底 蔡蔡對不起 燒底 倒個水… 倒個水 倒個水 沒有問題 我們好 趕快一點 好 馬上來 幹什麼東西啊 怎樣 你就是幫我看瑪莉亞嗎 我不是 Amy OK 我跟妳在這個遊戲裡面 是好搭檔 這麼快就把我忘記了嗎 你是Amy 對啊 你是中了獅毒嗎 你到底是誰啊 為什麼 我就是Amy啦 你還我Amy來 你還我Amy來 好啦 看見了 我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Cosplay什麼遊戲 我們Cosplay的呢 就是同時在PSN 還有Xbox Live Arcade 推出的金手冒險遊戲Amy 那我是裡面的遊戲主角之一 我是Layna Layna長得非常的漂亮 至於我呢 好噁喔 不要這樣 遊戲裡面的另外一個主角 叫Amy囉 那Amy呢 跟Layna呢 他們是 好了 不要太近 他們是一個好搭檔 那發生了一些事情之後 兩個就要相依為命 在變異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我跟你相依為命 你是Amy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怎麼這麼重 好了 妳就怎樣 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遊戲呢 其實是一個下台的遊戲 那它是個大作喔 它不管是在畫面上 還是內容上面 都非常非常的正點 推薦給大家啦 好 說到Cosplay呢 我要Cosplay第二彈又來啦 廣受好評的一個單元喔 千萬不要錯過 今天有哪些人氣正妹喔 今天的正妹都非常的厲害 好嗎 另外呢 我們今天快打實驗室呢 要介紹的東西是這個 好啦 我知道大家看不太懂 沒關係 我的答案看喔 等一下 對 今天要介紹的 我們歡迎到這個 算是這個 要介紹一下 好啦 今天要介紹機器人啦 機器人啦 好嗎 好啦 來看一下 哈 超 新 見 想要在最近感受到史詩級震撼的話 那可不能錯過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款 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大帝王國醉與罰囉 遊戲開放式的世界設定 加上廣幅遼闊的世界場景 光看到畫面 就讓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幾眼呢 遊戲中我們身處大帝王國的世界 體驗戰鬥與魔法結合的全新感受 數以百計的任務挑戰 與多樣化的武器魔法系統 讓本作的耐彎度提高不少喔 雖然可能有人會說 戰鬥與魔法結合的噱頭 已經不算新聞啦 不過啊 如果實際下去玩過的話 應該就不會這麼想囉 哇 邊示展連續技 還要邊配合QTE耶 那動作真是帥到爆表啦 不想弱人餘後嗎 那趕緊拿起手中的武器 一起挑戰大帝王國醉與罰吧 即將推出中文版的動作冒險遊戲 重力異想世界 雖然跟重力效應 Inversion一樣 都跟重力有關 但是玩法可是截然不同喔 遊戲中 我們扮演失去記憶的少女奇盾 從一隻神秘黑貓打司體之上 獲得重力控制力量喔 進行遊戲的時候呢 在重力的應用上 我們必須學會使用解放重力 和對準目標符號 好家在透過簡單易懂的戰鬥教學 大家應該很快就能夠進入狀況啦 接下來就是考驗大家的 臨場反應跟方向感喔 如果不習慣這種3D空間的戰鬥方式 一開始應該會衝得昏頭轉向吧 而且呢 還必須快速的轉動視角 看來咱們還是需要花遠時間適應才行呢 只要上手了以後 面對再難纏的BOSS也都可以輕鬆解決啦 07年曾經狂銷百萬的黑暗領域 現在推出全新的第二代 黑暗領域2啦 本作不但有著超自然恐怖漫畫的風格 加上新增的全新戰鬥機制 讓我們可以利用多出來的兩隻殘寶惡魔手臂 做出更多能協助戰鬥的新奇玩法喔 你看 不但可以從拾取武器 從遠方攻擊敵人 居然還可以用惡魔手臂 拿車門當成盾牌使用耶 真的是太好用了啦 而遊戲中的每位登場人物 都還有各自擅長的武器喔 像是手持帶墊常見的 犯罪家族頭目 Jacky is Takedo 隸屬以色列特種部隊 下手絕不手軟的 熊莎娜 還有快頭很大 手持斧頭的Big Jimmy 以及讓人聞風喪膽 會用屋障敲人腦袋的 JP都猛醫生啦 接下來要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囉 那就是遊戲已經推出世玩版了 等不及的朋友 趕緊去下載世玩版感受一下 黑暗淋浴2的極致魅力吧 八行在PSV平台上的 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墨鬼即將打破大家 對橫向捲軸遊戲的刻板印象喔 本作將舞台背景架構在架空的 日本平安時代 而我們在遊戲裡 扮演被善良墨水師 召喚出來的主角墨鬼 我們必須運用手中的畫筆 對抗邪惡的墨水師與邪神喔 透過PSV的觸控式螢幕 我們可以施展出 四種不同的技能招式 像是可以隨意揮毫 畫出一條可以攀爬道路的倒筆 可以協助戰鬥 能召喚雷雲攻擊敵人 或是畫出火焰的自然筆 而水筆呢 只要觸碰畫面右下角的icon 就可以來消除 倒筆創造出的地面 或者是火焰等等喔 最後就是最為重要的召喚筆啦 想要輕鬆闖關 沒有它可是不行了 什麼墨水不夠畫不出來喔 那就只能跑給BOSS追啦 哇 曾在PC與PS2上大放異彩的 美少女戀愛遊戲GIFT 現在即使到PSP上囉 除了老班底的身風粒子 不知版物奶等美女主角外 當然也需要加入點心血 來刺激出新的遊戲火花啦 好比思緒靈活又愛游泳的淺穿賴奈 想必會有不少男生喜歡喔 還有美麗婉如畫裡頭的公主 妮妮以及喜歡看書 閱讀與寫作的小可愛秋元未遊 接收到這裡 大家心中是不是也開始充滿期待了呢 雖然我們現在很少有機會 可以在現實生活中看到彩虹 不過在本作的遊戲出現以後 似乎也可以讓我們感受到 自由自在的生活下 其實也是有許多戀愛故事存在喔 有沒有人想過當世界重力發生變化的時候 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呢 現在透過搶擋射擊遊戲 重力效應 Inversion 體驗重力失衡的世界喔 遊戲中我們扮演為人父 同時也為人父的年輕警察Devis 與搭檔Leal一同挺身而出拯救世界喔 而拯救世界的關鍵就是 該學會如何運用重力啦 本作創新的重力玩法 更是超越了大家以往對射擊遊戲的認知 我們將不再只是在單一平面上 與敵人進行戰鬥 隨著重力改變任何一個地方 都有可能隨時變成戰場喔 另外遊戲也加入了 多人合作與對抗的設定 讓過程變得更加緊張刺激 搭配上高效能的環境破壞 讓我們可以同時享受 戰鬥與極致破壞的雙重感受喔 PSP移植星座 永遠的阿賽利亞大地的鏡頭 其實早在03年 就出現在PC的平台 05年則轉到PS2平台上 現在登陸PSP平台 不但將系統完整移植過來 還強化了存檔功能 以及增加了更多必殺機的戰鬥畫面喔 遊戲中我們半野單細胞的熱血笨蛋主角 高領優人 為了救我妹妹高領加之 無意在睡夢中成為了必須實現承諾的契約者 因而投身一世紀的戰場喔 雖然妹妹沒事了 但是哥哥可就慘啦 好在我們手中還有把 威力強大的永遠神劍 敵人來再多都不怕啦 如果真的不小心一次來太多 最好還是趁機找尋幾名可靠的夥伴 才不會在碰上麻煩的時候急著跳腳啦 以中國古典張回小說水浮傳為主題 所製作出的PSP幻想水浮傳系列 推出最新作品 幻想水浮傳交織的百年之時喔 遊戲故事是在講述 每百年都會出現 將一切吞噬殆盡的第一百年的怪物 降臨到世界 而我們扮演當然就是要 消滅怪物的年輕有為的年輕人啦 一百年才出現一次喔 不用說也知道 一定是隻難搞的老妖怪啦 不過在還沒有碰上它之前 我們還是得先想辦法 解決眼情的難題耶 不然還沒到達挑戰資格 就被打下來了 那怎麼可以呢 遊戲豐富的故事內容 加上熟悉的戰鬥方式 給人一種親切中又帶點新奇的感受 現實相信呈現出來的 會是令大家都很滿意的結果啦 PSP戀愛模擬遊戲 戀取寫真 雖然延期發售 不過遊戲公司 也還是貼心的推出追加特點 限量大普桃子浴室海報喔 算是稍微有彌補一下 我們受傷的心靈啦 遊戲以攝影為主題 我們扮演就讀光合學員的高中生主角 以單眼相機來記錄永恆的回憶 進行遊戲時 我們會在各個地點 碰上各式各樣不同的女孩子 不管在任何情況角度下 我們必須想盡辦法拍出最美的畫面喔 這樣才能增加對方對我們的好感度 進而才能有機會跟對方告白啦 除了單純的攝影拍照之外 我們也可以請欣儀的女孩子唱歌跳舞喔 哇 這個時候 不多給她拍個幾張 還真對不起自己啦 每隔一段時間總要給大家來點不一樣的驚喜啦 這款即將在PC上發售的The Second Guest 將帶給大家一連串懸疑的遊戲過程喔 遊戲的畫面風格受到了好萊塢知名鬼才導演 皮姆波頓的影響 加上遊戲裡不時出現象徵式和隱喻的故事表現手法 讓本作另類的犯罪黑色幽默也叫人更加的嚮往 更想一探究竟啦 遊戲一共分為五個章節 每個章節都能單獨購買遊玩喔 想試試不同口味風格遊戲的朋友 不妨先選個自己有興趣的章節玩玩吧 像沉重的黑章節 帶給人們神秘的感覺 又隱約出現的光亮 又帶給人們通往道路的光明 故事裡頭的詭諧更是帶給我們想玩下去的動力 齁 玩完這個章節後 害我又想要趕快玩到下一張啦 相信有不少人都有搭乘飛機的經驗吧 現在我們能夠透過在PC平台發行的這款 中文化的策略模擬遊戲 航空大漢2 進一步來了解 如何經營一個龐大的航空企業啦 遊戲中提供了四位 擁有不同優勢的角色讓我們選擇 快看看哪位適合自己吧 我們在遊戲裡可以選購的飛機種類非常的多 而且還能更換各種不同的組件 替自己心愛的飛機上色 貼標籤 甚至是機內的擺設 如果手頭不夠快遇的話 還能到二手市場裡找看看 有沒有合適的二手飛機喔 另外我們需要招募員工 來改善飛行的品質 細心的安排航班的內容 適時的進行飛機的維修保養 讓顧客做得安心 只要口碑做得好 這樣自然就茶圓滾滾來啦 安心啊 你知道嗎 自從我們推出這個 我要COSPRESS新單元之後呢 可以說是深受各界的好評 對 而且還有網友建議我們 就是可以做一版就是小孩版的 沒錯 想起來這樣子 畫面超級可愛的對不對 所以各位親愛的網友們 嗨 你們的聲音我們都聽到了 是 我們今天要做的就是 什麼 電玩美少女的COSPLAY 不是表示要聽到大家心聲嗎 又是電玩美女又不是小孩 不是 我跟你講是這樣 對 我們當然知道 都大家像我們做小朋友的嘛 對不對 對啊 可是新的東西要醞釀要需要時間 你知道小朋友從懷孕到生出來 也要十個月啊 所以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做一批電玩美少女的好不好 所以以後會有小孩版的 一定會 跟各位保證一定會 好嗎 好 但是今天也起來兩位 跟我們一起分享我們的來賓 好嗎 好 是我們的楊子儀還有魏曼歡迎 歡迎 大家好 兩位對於COSPLAY 有什麼樣的概念嗎 或是有經驗嗎 有經驗 當然有經驗 真的假的 以前有玩過啊 那很好玩耶 你也是COSPLAY 我之前摳過那個 摳過那個什麼 天堂2的那個 黑腰 男黑腰 對 對 就是那種整個枕頭白髮 然後眼影眼線這樣畫的 乱七八糟 什麼狀況下跑去COSPLAY 就是那個時候做那個活動 就是天堂2的學長活動 然後那個時候 還要在西門町有沒有 就突然來個 那個時候剛好流行快閃書 大概七八年前我記得 然後我們就躲在鄉行車裡面 然後就突然 時間一到 然後我們就要殺到那個 陳敏16前面的那個廣場 對 對打 對打 很嗨 真的很嗨 你知道嗎 因為講到西門町COSPLAY 其實我人生第一次的COSPLAY 也發生在西門町 你是誰 其實因為你是帥哥 我COSPLAY是那個 誰 芬達 芬達 對 芬達裡面有一個 以前真的有一個廣告 就是那個 它會破開來 裡面會有一個人在那邊跳 對 那時候我都坐在一個大大這麼大草莓裡面 然後紅綠燈 就綠燈到的時候我就跳起來 然後學生就是穿著一個比基尼在那邊這樣 扭啊 扭啊 好 我剛好看你照片 對 然後我就說帶一個 就是比基尼這樣 就學生時在打工 學生就是我們大學的時候啊 我們這種就是在那邊這樣子 然後嚇路人這樣子 沒有 那個真的很丟臉 而且那個時候還打到就是 那個武器全部都斷掉 就是太 打這麼認真 太high了 然後就打壞了 所以COSPLAY你算是有點經驗 算OK啊 你對楊姐的印象怎麼樣 就是覺得她很帥 然後看她主持節目很認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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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那麼可愛 你剛才沒給我假裝 好不好 衛曼 衛曼 我COSPLAY的經驗比較少 但有一次為了工作我們COSPLAY 要反串三國演藝的人物 然後我是反串關公 對 對 那你全臉都塗紅耶 沒有 但是就是 譬如說關公它是鬍子很長 鬍子啊 然後我是病腳弄很長 真的 你死了一腳吧 對 然後那個裝畫超濃 然後後來在網路上的時候 我被網友笑說很像聖誕人妖 好啦 今天呢 其實我們還是要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電玩美少女們來COSPLAY 首先第一位 我們先看她的生活照 來 愛惜啊 第一位她是非常具有話題性的電玩美女 這一位 這個鹿板的瑤瑤 刁羊 你們有看過她嗎 有 如果她的臉 或是她的身材 你覺得可能什麼樣的角色適合她 她我覺得那種就是 都還滿適合她的 就是那種比較可愛 HIPHOP風的 其實她的臉很可愛 她可以扮一些可愛的角色 是萌繫的啊 對 因為現在萌繫 就是說她可以有點點性感 然後有點點可愛這樣 衛曼 你看到她會有敵意嗎 不會 我覺得她好可愛 應該是就是男生女生都會喜歡的 我就適合辦護士 然後給人溫暖的感覺 護士的角色 對 好像還可以 就看到她什麼病都好 對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這位 鹿板瑤瑤 刁羊歡迎她 歡迎 哈囉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媽 好 下段定文匯的 我要COSPLAY 鹿板瑤瑤 刁羊化身 鐵拳迷人性感角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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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教揚 妳這個角色這麼的喜氣 她是什麼角色 她都是喜氣的角色 她是一個很性感 然後有沒有 然後就是很成熟的一個女生 叫安娜 她是 就是一個電玩叫鐵拳 這樣子一COSPLAY 評語 我覺得就是 麻雀其實也沒有很小 因為就是說整個這個感覺 就是整體 整體感覺還不錯 就是它有可愛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又有性感的那種味道 對 又有些地方 把那個性感那個突出來這樣 可是我自己覺得 好像小丸子喔 救過新年的小丸子 沒有 是這個髮型的關係 我覺得她們的相髮 這個小丸子 我才就是想說 好 好 重點是今天我們還是要 我們COSPLAY的大師 對 來跟我們講解這套服裝的重點 一集歡迎任偉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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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任偉 幫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服裝的秘訣在哪裡 今天的服裝的秘訣啊 其實呢 因為刁羊呢 它屬於嬌小型的 對 因為這本來是一個成熟俐落的角色 突然變成小丸子 好像不知道到哪裡打工的 那種感覺是這樣 可是呢 因為我們希望說穿得長的旗袍 不要讓它看起來個子變小 所以我們有兩個地方 是我們的小心機 什麼小心機 對 第一就是我們的刁要開得稍微再高一點 露出你修長的腿 這個刁已經幾乎是開到大腿的 這個根部的地方 一定有穿安全部耶 對 沒有錯 有穿 對 因為COSPLAY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誇張一點沒有關係 然後在另外一個地方呢 我們把它的優點突顯出來 我們在胸部的地方做的這個挖洞 我們剛好這個角色本來就是要 這裡有個挖洞對不對 對 我們就可以把視覺呢 從它的全身集中在上半身 很集中 對 很集中吧 因為這是刁揚的身材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優點 所以你就用這樣子來凸顯它 在走動的時候 你看它的腿就變拉長了 對 真的耶 好可愛喔 是 對 俐落的感覺 好吧 再次謝謝任務 謝謝 謝謝 我們還是要稍微問一下刁揚 除了今天扮這個角色之外 你曾經扮演過什麼角色呢 我有扮演過那個 涼宮春日的憂鬱裡面的 就是叫 然後還有IS的女主角 叫 還有 裡面的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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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的 我有點不記得了 初音也有 對 初音也有 對 因為其實我是動漫愛好者 以前有在女僕店打過宮 所以說我是就是自願喜歡 所以去辦的 妳說女僕店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人眼睛整個發亮 真的 我有去過 你去過嗎 對 我去過日本 我去過秋月園的 好羨慕 很嗨 他會幹嘛 他會 我跟你講他會施魔法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那一票這樣進去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先進去 然後可是你不能拍照 你是完全不能拍 他們等於是所有消養權 都是保留的 然後他會 比如說做一個蛋包飯過來 然後他會先問說 他會先讓你吃一口 然後我就說 他會問我們說好不好吃 然後我們就說 還好 他說沒關係 我現在要讓它變更可口喔 然後就把我的名字 跟它的名字寫在那邊 然後畫一個雨傘 然後再畫一個愛心 然後再說 超好吃 用番茄醬寫嗎 番茄醬 好厲害喔 真的變好吃嗎 真的變好吃 我覺得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不好玩 看到蛋包飯就忍不住 想要在上面寫名字 真的 然後你看這個真的很厲害 除了像這樣子的服務之外 那時候你服務過的女服務 咖啡廳還有什麼樣的服務呢 我們會就是 要不要來試試看 對 就假裝 就來假裝你假裝 好 當然… 就像伴家家酒那個樣子 這樣子啦 就是他今天是客人好不好 那你就看你整套 是什麼服務的好不好 好 好 梁子儀好不好 大家這樣子OK的 是的 兄弟 好 來 好 我有興趣囉 Action 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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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主人你這邊請好不好 好 對 他們就會講主人 然後我要站這邊嗎 主人今天晚上你要吃什麼的 菜單 菜單 那你幫我點好了 有沒有你特別推薦的 蛋包飯好不好 好 然後 然後我們其實也會幫 就是主人來擠啊 對 但是我們比較沒有那麼專業 所以我們只會擠愛心 我很久沒擠了 是十六歲的時候去打工的 是哪裡的女僕咖啡廳啊 成都 成都 成都有女僕咖啡廳 是要講的日文是不是 要就是 國小金三媽 是主人的意思 然後女生就叫我舅我三媽 就是大小姐的意思 也有女生 還滿醜的 不好意思 有男... 有男優專那種 對 那是另外一種的 那個也很正 那個叫指示店 那個叫指示店 等一下 我們先看一下 雕像畫出來的愛心 愛心 看得出來真的滿久沒有畫 對 而且重點是他們的愛心 這邊一定要有兩個 對 灑出來的那種感覺 那接下來你們都會怎麼吃它呢 然後我們這邊就是 其實它不能拍照 是因為它有集點數 就是像電力電機點數一樣 你集到一定點數 你就可以換跟女僕的互動 對 對 比如說一起拍照 或者是餵飯 可以一起拍照餵飯 十個點吧 這剛好帶了十點 吃個多 餵飯 那餵飯只可以就是 一口 餵一口 對 就是這樣 OK 可以那個啊 是啦 挖蛋啊 對啊 你要挖... 有一點點硬耶 而且妳剛剛問說這是什麼醬 為什麼妳現在一直挖這個醬 妳是在挖蛋耶 不是 妳吃蕃茄 那個什麼蛋蛋 可不可以吃蕃茄醬吧 就是要蕃茄醬啊 不然妳吃這個幹什麼 對不對 對啊 對 要不然妳沒味道 應該是蕃茄醬啦 對啊 我那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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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什麼 幹什麼 啊 她絕對不是蕃茄醬 雕洋色製 雕洋色製的 我要吃喔 好吃 我們一起來 好吃 好吃 這什麼叫 老公啊 真的假的 老公 妳可以介紹一下 又要從四川程度來搭 我也覺得你比較喜歡辣椒 對 我知道 OK嗎 說一下剛剛感覺這樣 我覺得在為了那一瞬間 真的會有幸福的感覺 會有幸福的感覺 你會覺得自己就 至高無上 對 因為有些不懂的人 他們會以為女僕店 是有一點澀澀的店 其實沒有 其實宅男只是想要來 就是被治癒而已 就是覺得有一種暖暖的感覺 所以一點點小小的開心 都滿足很久 但是因為通常去女僕店 都是長得像貂羊這種 是可愛萌繫的吧 有沒有像衛曼這種的呢 有 成熟 其實有各種屬性的 有就是比較成熟的 還有眼鏡娘 對 然後還有就是帶貓兒的 貓兒也有一定有 對 都有 就是各種不一樣的 可以 就比如說 你有比較熟悉的 你說可不可以叫新娘來 然後新娘就會來 就說主人你來了之類的 妳回來了 她一定會講妳回來了 不行 衛曼妳試試看 妳就看著鏡頭 假裝妳的主人就是鏡頭這一位 妳跟她說主人你來了 要吃點什麼 給我們感覺一下 中文嗎 中文 中文 或日文也可以 主人你回來了 請問你要吃點什麼呢 雖然說就是有可愛的 音樂中有種殺氣 沒有 怎麼會啊 就是帶一點性感 沒有啦 這個太不一樣 但是比較性感的感覺 對 不像洋舟的 謝謝幾位 謝謝 謝謝 好 看完了雕洋舟 我們還有接下來第二號參賽者 第2位的電玩美女 生活照 我們來先看一下 她的生活照在這邊 好嗎 很正耶 其實大家看大陸陌生 她是我們的趙雲小姐 是 那妳們覺得 像趙雲小姐這樣子的這個臉呢 妳覺得 扮什麼角色 我比較適合衛曼 我覺得她就可以成熟一點 老師吧 妳是嫌她比較臭勞嗎 不是 她戴個眼鏡 看起來就很像老師啊 有耶 對啊 那種有沒有膠框的 她這樣 她其實也有萌的感覺 那戴在上面就 戴在上面就是去曬曬牙 不是 就是有一點成熟的感覺 沒有 就律師或醫生也都不錯 對 我覺得她的角色其實也不錯 空姐 空姐 我們一起來歡迎她出來好嗎 我們歡迎趙雲 歡迎 太拉了吧 妳剛剛明明就不是這樣 趙雲 請先幫我們抄個袖好嗎 天喔 這個衣服好多辣 妳 等一下 為什麼跟剛剛在後面化妝師看得不一樣 趙雲 不是什麼喔 哪裡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 就不太一樣了 趙雲妳給我們介紹一下 妳今天辦的角色是什麼 我今天辦的是那個女仁者 女仁者 對 角色是什麼 角色是那春日 春日對不對 春日這個角色 那妳為什麼會想要辦這個角色呢 因為我平常挑戰自己的 也都非常的有卡通 然後今天難得有一個比較 可以 算暴露嗎 辣的一點 閃現性感啦 那妳有辦過什麼樣的角色 我之前都是 不然就是 好好笑喔 真的假的 太浪費了吧 好笑喔 對 然後我最喜歡穿的那個 就是一個胖子的 相撲的那個 本田 對 對 就不然我們把人塞進去 這樣好嗎 那這樣子會不會大家會覺得 那妳幹嘛妳辦 那我辦就好啦 因為我們裡面有穿一件 就是很貼身的one-piece 到時候衝撞完的人 之後可以脫掉 所以那個表演是 你衝撞完之後他 衝撞 大家先衝撞你 超不好看到裡面 還有這種落差 其實那很屌耶 對 我覺得這一套 滿厲害的 那妳今天喜歡這樣的打扮嗎 滿喜歡啊 只是它有點 太貼身了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仁偉君在他身上動 什麼樣的手腳咧 歡迎仁偉 嗨 嗨 仁偉 趙怡今天這身裝扮的這個 對 屁股大概是什麼 屁股呢 因為這裡也有一個部分 跟我們之前cosplay一樣 就是 它要裸露一個膚色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們也是一樣 在那個網襪的裡面 我們也測了一層膚色的 那個不是真的肉 屁股 屁股 所以這個也是 之前已經介紹過的 這個膚色的 沒有錯 加上因為它本身的那個身材 曲線非常的好 這樣才能夠穿的 所以這種景聲音又崩 曲線又好的那種感覺 那我今天要教大家一個 比較簡單的訣竅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東西 它在我們的衣服上 會有一些裝飾 那我個人是走省市的路線的 像這種點點 我們可能要去剪 然後再把它鞭 燒了 或者是把它烤了之後 再把它車上去 或再把它黏上去 我覺得這對玩家來說 有一點點的困難 所以呢 在 五十元 每一樣五十元的店裡面 可以買得到這種金色的 可以在布上面 其實不是只有金色 它還有非常非常多的顏色 金色什麼色都有 各種顏色都有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上面 做出你所想要的效果 點點的 線條的 都可以 那手上這些道具 也是你做的嗎 是啊 這個啊 這個怎麼做 這個的話 其實我是覺得 買那個什麼 小朋友的那個盤黃飛鏢 前面原本是吸盤 對 然後把那個吸盤拔掉 然後用熱熔膠 然後再買皮 把它貼上去之後 把它剪出你要的形狀 然後這個銀色的就是銀色的筆 就做出像手禮介一樣的感覺 這也是畫的啊 對 這也是畫的 好厲害 所以非常的省事 你好厲害 好 這也是大家看到 現在這樣子 而且為什麼 對 我突然想到說 現在這個部分 你去弄這個肉色的部分 是因為它可能 譬如說有些時候 模特兒本身會抗拒說 這邊也露出來嗎 因為呢 像這種東西 它的裸露的範圍 其實有點大 對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跟他一起 他對我 或者是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信心 我不敢不敢讓他直接穿 他是直接裸露膚色的 對 而且我覺得對穿著的人 這也是種尊重 對啊 如果他今天覺得可以接受 然後他的條件 有到那邊的話 我覺得沒有問題 要到哪邊露出來都沒有 我覺得趙雲 應該是OK 沒有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是 好 在這些人我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的 這個趙雲 本身之前也有Cosplay過嗎 對 有 什麼樣的角色 就是剛剛說 除了瑪莉兄弟跟相撲之外 我還有辦過一次是蜜蜂裝 蜜蜂裝 蜜蜂裝 真的嗎 對啊 就是蜜 小蜜蜂的裝扮 為什麼 為什麼我去辦蜜蜂 沒有夠俏不能辦耶 因為那地理比較夠俏 因為那剛好也是一個 就是節目的錄影 然後他們幫我打扮成蜜蜂 然後這邊也是開到中間來 性感蜜蜂 怎麼會有這種蜜蜂 我以前在劇團我演過蜜蜂 那個屁股都很搭這樣子 可是屁股也是貼身的 沒有 我想起來了 那是我們一起錄的吧 對 他那是超性感的 真的假的 他超性感 他是整個胸部這樣開到這裡來 就是你沒有看過 這麼性感的蜜蜂 可是我覺得其實你知道 今天有些人性感 然後性感就扭扭捏捏捏 可是趙雲好像對這種好像 覺得是OK 沒有自信 OK啊 反正有的話就多露一點 驕傲 反正驕傲就讓我們很快樂 重點是今天趙雲來 聽說這個對遊戲本身有研究 有 聽說你賽車很強 還滿厲害的 你大概賽車乘到什麼地步 就是本身很喜歡車之外 然後看到賽車遊戲都會去玩 喜歡玩賽車遊戲 對 那如果男生跟你約會 開了車要夠好嗎 開了車要 至少他要懂車 我了解 你幹嘛啊 想幹嘛 我沒有在聊天 訪談 是不是很多人想追他 就可以讓他參考一下 你不可以對不對 明明經歸車說成MARCH 這個就很不OK啊 我直接幫他這個講一下好不好 那你了不了解車 我 我的錯是 他自信還好 不太了解 我 好 重點是兩位 魏曼跟我們加了這個趙雲的 兩位來PK一下 有感覺 所以他懂車 那我們兩位就來PK一下 賽車遊戲 上面趙雲是哪一台 我是綠色的 下面 趙雲是下面 好不好 魏曼是上面的 魏曼是紅的 對 魏曼是紅色的 現在趙雲目前獲勝當中 領先 趙雲領先喔 好難喔 魏曼 魏曼你直線加速的時候 在甩尾 魏曼你在幹嘛 你為什麼要舌型啊 趙雲好像真的會開耶 我超會控制這個 你能不能直直開 不要舌型 我不行 我就說我這個超爛 趙雲你等他一下啦 趙雲你等我好不好 你根本就沒有得透啊 對啊 馬路殺頭 我跟你講 趙雲說好 然後根本就沒有在等的意思 有 我有在等啊 沒有啊 你看 你在是不是開啊 為什麼 我好爛喔 他剛剛就說他不擅長啦 我殺殭屍比較厲害 真的 如果說 那都能趕他放殭屍 所以說你的車道前面 放幾個殭屍 你可能就比較壞 對 超爛的耶 趙雲真的有在等你 你快一點 我也覺得好暈喔 你轉彎轉太大 轉一點點就好了 好好玩喔 有好玩嗎 其實我們家有這款遊戲 真的 其實聊起來 為什麼我覺得紅色速度特別慢 趙雲抓到訣竅了耶 趙雲你幾乎都有開在那個線上 開那個線就是指建議的路線 會跑比較快 趙雲滿會的耶 對 它轉彎都是那種奧應號耶 對啊 就感覺是賽車手的路線耶 你怎麼是那個路線是好的耶 沒有 要我跟一個賽車手 玩這個遊戲 好穩喔 好穩喔 趙雲 Yeah 我要被踩脫了 差太多了啦 這根本就沒有什麼好PK的啦 不好意思 再一次啦 再一次嗎 這十次好啦 不好意思 請舞台中央站 運輸服輸啦 好不好 那可以安心阿彈 好 這樣 那你跟我猜拳 如果贏的話 就讓安心阿彈 好 剪刀石頭 不 不 不 好 那安心阿彈 耶 安心阿如果彈開小莉就我彈你喔 好 好痛 滿有用的 滿有用的 很痛啊 很痛的有聲音耶 真的嗎 OK嗎 回去多練一下好不好 來 請坐 謝謝 好了 我們現在要第三位參賽者 來看一下他的生活照片 這長得滿可愛的 你們覺得呢 他適合扮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是通殺天使 我也覺得他 他可以扮同學生的角色 對 我覺得他可以扮那些戰士耶 女戰士的 他有一個那個殺氣的感覺 我覺得他適合扮那個很聰明的 我跟你講喔 精靈之類的 雖然說我們這樣乍開 會覺得可能會扮一些那種 比如說精靈啊 聰明的啦 楚楚可憐的啦 其實呢 他今天扮的角色 非常的特別 是什麼 你們等一下看到就知道 我們以後一陣位天小心 歡迎 歡迎 看到了沒有 是恐怖遊戲耶 果然很奇怪 來 先幫我們轉個秀好嗎 好特別喔 這角色非常棒 這遊戲已經全破了 非常好玩 叫什麼 瘋狂愛麗絲對不對 對 天小心你的假設是什麼 就是愛麗絲 對 就是愛麗絲 我覺得你今天是打扮 這幾個裡面 你道具什麼都傳得很仔細的耶 這是針法嗎 對 為什麼 你這個帽子也做得這麼仔細 這帽子是誰 也是都是認為幫你做得好 我覺得人物有點偏心喔 我稍微覺得你看 人家人畫的 為什麼他的是不織布去剪的 對啊 一條一條這樣剪耶 對啊 而且這個刀我可以看一下嗎 可以 哪來這一個啊 這當初 這是直接從那個 愛麗絲的原廠網路買的 難 他這個已經認真辦 角色辦照 他還去準備這原廠的刀子 你看看 你看他身上有這些 這些藝枝啊 什麼那些的對不對 對 遊戲 這怎麼掛 對啊 你怎麼掛 這怎麼掛在身上 好 我們請仁偉來幫我們說明一下 來 歡迎仁偉 好 仁偉 那這一整書是怎麼搞出來的 這一整書 其實把它拆解過來 就是一件簡單的小洋裝 裡面有膨裙 然後這一件就是有一點點那種 捆綁味道的皮繩 然後把它一件一件 就一個一個捆上去的 那我覺得最困難的一個部分 其實就是它這個假手的部分 對 我剛剛問到說 怎麼把它掛上來 對 因為這個假手的部分 可能就是需要它 或裝在它手上 可是它有它的手 對 不像一般那種假的模特兒 只有半截而已 對 它可以直接裝上去 所以這個假手是可以拆卸的 把它自己真的手背在後面 對 我利用這種鐵絲 然後在它的肩膀上 做了一個支架 然後這邊有做了一個鉤子 可以把它... 那它吃重量的地方在哪 對 吃重量的地方 就是這整塊 它是一塊的 我把它稍微的先掛到 這是一個衣服耶 這是一個... 這是勾衣服的 所以說我走省事路線啊 然後你在這邊放了一個墊肩 對 因為它不會壓傷它的肩膀 然後把這個... 衣服下這樣弄這樣子 穿這套衣服很辛苦耶 對啊 一個像手掌的形狀 這裡然後跟後面 直接跨在它的肩膀上 整個... 我看到它到背耶 對 然後還要有一條鬆緊帶 是從衣架的這裡 對 斜的背在這個地方 不然它這裡太重 它會掉下來 各位,我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你看它這Cosplay多辛苦 它這邊已經有點這個... 對 對不對 而且手一直放在後面很爽 對,它手要背後面 然後那種壓 可是你是真的喜歡Cosplay這個角色 對,我非常喜歡愛麗絲 了解 所以這整個重點 就是在這個手這邊 好不好 還是要掛回去嗎 這手我就帶走 因為它還要介紹其他一點 好,了解 今天其實這個... 除了這個角色之外 你還有Cosplay過其他的角色 聽說很多個 對,所以我有帶那個就是... 有帶照片來對不對 你看看 還有些什麼角色 好多喔 好多喔 到時候我先幫你拿好了 好 有什麼角色你自己拿給我們看 就是 因為我不喜歡很正常的角色 這是你啊 這是女嗎 這是什麼女 這錢貴耶 對啊,這算是比較正常的裝扮 不是,你怎麼... 正常 這真的很正常 這那麼正常 而且你... 其實人滿小吃 看不出來身高是你耶 對啊 對,我其實下半身是自己 就是那種Leggings 那種緊繩褲跟高跟鞋 然後頭套用租的 你好認真辦 還有什麼 Cosplay一定要就是省成本 然後這個是純粒 你這個頭髮沒用啦 這個重點 誰會看頭髮 對啊 你自己看人家那個腿 你很可愛啊 我不會綁包頭髮 就是... 但是這個真的有錯 然後下一個就是... 對,沒用 這個好酷哦 下一個 至少這個是你啦 對,真的是我 就是... 我很喜歡扮...奇怪 這是李小龍 我以為是斧頭幫耶 這個就應該辨識度比較高吧 這是... 這是... 戰爭機器哦 對,這是戰爭機器的那個牆 對 可是其實我是扮Leggings 什麼 什麼都看不出來 這下一個好了 不會啦,這是Leggings 為什麼 什麼情況去扮這個角色 就是其實那時候也是朋友 生日派對 他說主題Leggings 可是因為我扮... 就是變裝一定要省成本 這是我國小的舞儀 OK,還有什麼 然後這是... 怎麼都知道是什麼 這是那種... 人中之龍 不是 這是那個亞馬... 波多黎哥黑榜 波多黎哥 你為什麼喜歡扮男生的角色啊 就很... 因為通常扮這個... 我大部分都看都是 頂多扮一些中性的角色 對 你扮的是很MAN的角色呢 因為我覺得那個 變裝一定要變得不像自己 才會叫變裝 對 這個角色大家看一下 很像打他額頭有沒有 對 這個是不是可以非常揍他 額頭超高的 這個好兇 他一個人可以活好多種 這個會有點像小巴耶 對 這真的是你嗎 真的是我 我的天啊 真的是我 你有故意把自己打揍的嗎 對 我陰影打超重 對 因為他們波多黎哥那種 就是可能吸毒什麼 就是這邊會很重 黑眼圈 烏飯的那種造型 對 你原來長什麼樣了 對啊,我們現在又開始 沒有,照片啦 還有照片呢 沒有,原本 比對一下 你看,原本他長這樣 然後後來可以變成這樣 真的嗎 原本還可以變成這樣子 我只能說生到你 滿幸運的啦 就說我到底生了幾個兒子女兒 還會跳過幾個兒子女兒 來,我們三位 來,我們三位 再依序幫我們走個秀好 依序呢 來,首先第一位叼陽 好,動作慢一點 不要這麼急 下一位 叼陽很適合辦春曆 對 對 趙瑜,你看看 他在眼圈 趙瑜的眼神是無敵的 太厲害了 好,接下來 踢小溪 好的,三位 來,依序 1號、2號、3號站著 今天這個票 來 楊子儀 你的票會抽給誰 我覺得小溪太專業了 她真的太專業了 她所有的造型 包括她剛剛走秀的那個 態度跟眼神 都已經完全進去 那個風華麗絲樣子 對,因為叼陽 她是來鬧的 對 開玩的吧 一起的 是 他都還沒抓到這組回來 可是我覺得很難得是 趙瑜的頭髮 因為很多亞洲女生 其實用這樣的頭髮 是不好看的 可是她很漂亮 皮膚白 對 所以你到底要選哪一個 我要把票投給趙瑜 真的、假的 我覺得她今天還滿厲害的 好,那為一半 你的票投給 好難選哦 我給阿力士好了 你給阿力士是不是 安心啊,你的票投給 投給 我投給艾力士 你投給艾力士 對,因為她自己本身 超愛那個角色 對啦 而且這個 我覺得她真的是有研究 對不對 那當然我的票 就投給邀陽 對啊,不然一人一票 我們這邊是不分配票 其實今天只是好玩 待會兒交流一下好不好 今天再次謝謝三位 謝謝你們兩位的選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本週祝大星Amy 廣告回來 突變者環四 驚悚求生逃離夢魘 歡迎回到 電玩快打 最後一段 本週祝大星的時間囉 本週祝大星現在介紹的呢 是一個在Amy的遊戲 它在XBOX Live Arcade上面 還有PSN上面下載大作Amy 而且這個遊戲 還是廣告大家喜歡的那個類型 就是 驚悚冒險 到底有多驚悚 看我旁邊這一位就知道 好驚悚 太恐怖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可以了 可以了 我是豬豬腳 好不好 我不是鬼 我是豬豬腳 OK 好啦… 剛剛這個故事是在說 西元2034的近未來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地球的溫室下移 越來越嚴重 導致整個生態變異 然後很多那些病毒啊 還有災害接種而來 所以是非常恐怖的 而且呢 就在那個時刻的時候呢 你知道嗎 Amy呢 跟Lana呢 兩個坐在同一個火車上面 對 這個時候呢 一個會心 砰 擊中 結果呢 整個列車翻覆 然後Amy跟Lana 就失聯囉 所以Lana 為了要找到我的Amy 所以找到她的Amy 就找到我 找到整個腿越長越粗了 你們看 哪有啦 妳很煩耶 而且我變瘦了 有變細啦 好 而且我這個角色是裡面 玩家主要操控的角色 是平凡再不過的女子 而且呢 我會一直找妳 是因為 等一下 妳可以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我沒有妳 我會活不下去 再說幾次 再一次 我沒有妳 我會活不下去 快點啦 就這樣 我會跳得那麼兇 我這個角色裡面 真的對妳很重要 是啊 因為我有很多特殊能力 對不對 比如說我可以幫妳解開門鎖 對不對 譬如說我可以提燈幫妳引路 同時呢 我還有超能力喔 而且呢 因為 這個我長得是比較嬌小的 哪裡 你要給她看側面 越來越腫 很厚 好啦 好啦 我重點是我跟你講 你為什麼要 我在這個遊戲裡面 比較嬌小的小女孩 所以呢 我可以爬過一些 這個比較小的地方去 拿到一些特殊道具 才能夠過關 基本上如果Lana 沒有在Amy旁邊的話 她就會失毒發作 就會死掉 所以她不能就是 不能離我太遠就對了 不要離我太遠 這樣我的病毒會感染越來越嚴重 拜託妳不要走 現在知道我重要了吧 可是總而言之呢 這個遊戲其實玩起來滿忙的 因為你要不斷切換 你可能有時候要抽空Amy 有時候要抽空Lana 所以呢 可以說是一刻都不得嫌喔 是的 還有非常多精采的內容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本週主打星Amy 作為一款線上下載方式 發行的遊戲來看 Amy可以說是擁有少見的高規格 高於平均的貼圖細緻度 以及遊戲規模 都不免讓人 對這款遊戲 呈生不少的期望 那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遊戲的表現吧 故事的背景發生在近未來的2034年12月 紋石效應所導致的各種影響 不停地在發酵中 各種疾病與自然災害 也在地球上不停地肆虐著 身為主的Lana跟Amy 正為了前往某處而坐在火車上 就在這時 天空突然閃過一陣光 一個彙星墜毀在一個叫做銀城的地方 連帶導致了列車翻覆的意外 當Lana清醒過來的時候 生命的一切都改變了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Amy不見了 當下當然就要是趕快找到她咯 我們絕大部分的時間可以做的 就是用各種方法離開戰鬥 如果非不得已要戰鬥 也要盡量避免被敵人圍爐的狀況發生 在遊戲中我們所能取得的武器 主要是以肉博類的武器為主 比如這種不知道是水管還是木棍的東西 老實說呢感覺不太可靠啦 好在真的需要動手解決的敵人 通常也不會太強 除了這種頭上有著奇怪烙印的殭屍類的敵人之外 就是像這種長下已經脫離人類範疇的怪物 另外呢還有一些比較巨型的敵人 像前面這隻怪物 遇到的時候呢千萬變傻傻的跟他硬幹喔 主角未能這種東西啊 在這款遊戲是不存在的 遊戲既然叫做Amy 那小女孩的狀態性當然不用說囉 在整個遊戲中如果想要順利通關 絕對少不了借助Amy的各種特殊能力 首先最基本的 是她可以幫我們破解一些電子門鎖 或是用她手上的提燈幫我們照明 再來還可以篩用她嬌小的身軀 穿過夜小小的通道 來取得一些重要的通關道具 而更常見就是交互控制Amy跟Laina 來解決一些謎題啦 除此之外 Amy還可以透過畫下牆上的這些奇怪符號 來學習一些超能力 比方說靜音護照 可以讓我們指定一個特定區域 來張開一個可以隔絕聲音的空間 在這空間中 即使我們做出像是打碎玻璃這樣高分貝的動作 也不用擔心外面的人會聽到 再不然就是發出衝擊破攻擊 除非用來打破一些路障之外 關鍵時候還能用來牽制敵人 不過呢 每種超能力都會有使用次數的限制 她會以小白點的方式 顯示在超能力轉盤上面 如果想要補充使用掉的超能力 就一定要回到弗號的地方 來重新畫她個極片才行 根據遊戲中的那些設定 Laina跟其他變成僵屍或是怪物的人一樣 其實呢都已經感染了病毒 那為什麼其他人變成了怪物 而Laina卻還好好的呢 原因呢其實很簡單啦 當然又是因為Amy的關係囉 只要我們待在小女孩的身邊 感染的指數就不會提高 不但是這樣 你受過傷害都會回復過來 不過反過來說 只要我們離開小女孩 背上的感染指示器卻馬上變成了黃色 隨著離開的時間逐漸增加 感染的狀況會越來越嚴重 我們除了可以靠背上的燈號顏色來判斷之外 Laina的外表也會變得越來越恐怖 而畫面上的背景會逐漸的變紅扭曲 再加上不覺得越來越的怪異碎碎天的聲音 都不停地提醒我們要趕快回到Amy身邊 不過啊 越是緊急的狀況 偏偏呢就越想出現阻擾 除了敵人會來擾亂之外 地上散步時還會出現這種 發出紅色波紋的動態感應器 在通過這種東西的時候 最機會的就是動作太大或太快 一定要盡量放慢腳步 不然可惜會受到很可觀的損傷喔 另外地上還常常出現這種紅紅紅的東西 有的呢還冒出紅色霧狀的氣體 遇到這種的除非Amy就在身邊 否則千萬記得要避開 不然Amy不小心感染指數 可是會急速飆升 當然啦 如果這兒沒有辦法和Amy會合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能靠第二項法寶囉 就是靠注射這種特殊的抗感染藥劑 在遊戲的過程中 我們常常可以在路邊撿到這個東西 這個呢 就是在我們危急的時候用的 一道恐怖片的規矩 在故事中出現那些路人嘉義秉丁 通常是為了製造特定氣氛才出場的 所以除非是擁有免死金牌的主角 不然呢 會期望能看到他們有什麼Happy Ending啦 除了靠路人的悲劇來製造氣氛之外 當然避免不了來一些嚇人的橋段 不過本作嚇人的橋段都很傳統 大部分呢 是靠一些突然的聲響來調動我們的神經 比方說 突然噴出了氣體啦 或經過門的時候 突然有東西撞了一下之類的 由於在遊戲中 我們常常需要躲避敵人 所以想當然的 遊戲也出現了不少 用來嘲笑的好地方 最常見的就是這種置物櫃或桌子什麼的 不過啊 光是躲藏 是沒有辦法讓咱們過關的 因為敵人啊 肯定會在我們必經的通道等著 所以我們呢 一定要靠聲東擊西的方式 比如說我們可以先用電話 製造一些聲響來吸引敵人 來到對方的聲音吸引過去之後 我們來趁機趕快通過 才有辦法避開正面的衝突 達到我們的目的 另外有時候呢 地上還會出現這種 碎玻璃的陷阱 這種地面啊 只要一踩上去 都一定會發出很大的聲響 如果周圍有敵人的話 百分之百會被發現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使用Amy的技能 製造出一個 靜音護照 然後趕快趁機通過它 除此之外呢 有時候還遇到那種 聽到心跳聲越來越大聲 可是卻沒有看到敵人的狀況 其實呢 只有表示敵人 可能已經在我們的隔壁 也許就隔著一扇門而已 這個時候請問別傻傻的 跑去開門啊 遊戲本身的畫面水準 其實啊 以一款下台來的遊戲來說 已經算不錯了 不過遊戲本身在某些方面 還是存在一些問題 比方視角的轉動過於快速 容易讓人頭暈之外 有時候呢 會出現一些莫名其妙 被卡住的狀況 平時啊 時候也許還好 如果真是在危機關頭 可真的是會氣死人的耶 作為一個恐怖冒險類的遊戲 解謎當然也是遊戲中的一大重點啦 在本作中 比較常見的一些謎題 通常呢 都跟機關的開啟有關 比方說 遇到像這種需要特定DNA樣本 才能開啟的門 首先啊 我們就先使用DNA破解器 拖握右下角的DNA雷達 去尋找各種DNA的樣本 通常樣本都有好幾個 不過整整有用的呢 只會有一個 找到之後 就直接用破解器去做檢驗 只要得到正確的DNA 就可以回去開啟門鎖啦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種需要破解密碼的電子系統 這種系統的破解 其實也很簡單的啦 首先呢 當進入系統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檯面上有四個圖案 每一次進入的系統 密碼都會改變 我們要做的呢 就找出他要求的四種特定圖案 跟排列順序 四種圖案不能重複 所以呢 我們第一步要做的 就先隨便列出四個不同的圖案 然後直接進行驗證 下方的顏色 就要告訴我們這個圖案的狀況 比方說 如果顯示的是紅色 就表示這個圖案 不在要求的四個裡面 所以可以直接換別的圖案 而黃色就代表了意思 就這個圖案呢 是包含在要求的四個圖案裡面 可是排放的位置不對 遇到這種呢 就必須要其他一樣顯示黃色的圖案 交換看看 而如果顯示的是綠色 則表示 不管圖案或是位置 都是正確的 所以就不必再更動了 依照這個邏輯 除了把所有的圖案都變成正確的 就OK啦 除了上述機關的謎題之外 還有一種比較麻煩的 就是如果讓兩人 到達相同的目的地的謎題 因為Amy跟Lana 雖然通過路徑不太一樣 比方Amy能夠靠鑽小洞 來到達另一個房間 Lana可以靠貼牆壁 通過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 如果想出讓兩人 透過不同的方法 到達一樣目的地這一點 也算是遊戲中的一大挑戰喔 有了… 這都會辨識卡片喔 對 好酷喔 怎麼那麼厲害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阿姨 我們之前節目有介紹那個 R2 D2妳還記得嗎 記得 超可愛 好想要一台喔 對 但是那個 可能妳要準備很多錢 因為那一台很貴 妳忘了嗎 對…一台 五千塊美金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要介紹一些 可能算是這個 有的也是有貴的啦 但是也有比較平價 對 好啦 妳等一下 妳等一下再介紹妳了 今天就是各式各樣的機器人 我們一起歡迎我們 機器人生活館的達人小董 歡迎小董 大家好 我是機器人生活館達人小董 小董 你們機器人生活館 大概是一個什麼地方 對啊 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這是... 我們是做一個機器人研發 跟推廣的單位 對 所以等於說就是你是... 全部的機器人都是你的嗎 這個都是我們館內的一些收藏 館內的收藏 對 是 所以館在哪裡 可以去一下 在台中有一個機器人研發 研究發展中心 好 我們下次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那邊交流一下嗎 歡迎 好不好 那就一個個來幫我們介紹 大概有些什麼 好 剛剛這個最吵 我們先跟他講一下的話 這個算是台灣之光啦 對,它這個有在這個 今年2011年4月的日內瓦發明站 獲得這個金牌獎 對 日內瓦發明站 我們台灣每次都得一大堆金牌 三、四十遍這樣得耶 對 這個要怎麼玩它 這個它就是說 有很多的互動功能 可能就是 我們請安心亞來示範 你可以觸摸它的頭或是手 它就跟你做一個互動 太笑了耶 對 那你每次摸它 它都會給你不一樣的反應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來,再試試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那手咧 我要跟它說的那個 我都不好意思了啦 為什麼他摸它這個不好的意思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因為小猴子是男生 你... 你... 我一直摸它 我也害羞 它摸它就一直害羞耶 對 那它還有表情對不對 對 它的表情就是透過LED燈的 做呈現 對,我最好耶 它真的很喜歡你耶 我也會 我愛上你了 看到沒有 然後還有一個特殊的功能 就是讀這些卡片 真的假的 對 好,試試看 我們要看 例如說像這一張 這一張你給它看 它就會告訴你今天的幸運數字 你看 看看你的幸運數字是幾號咧 來,這時候你可以看到它的臉部 變成數字 真的耶 那你再摸一下它的頭 它就會告訴你是幾號 是 幸運數字 不是 我到底給你好運喔 好 這給它看這張卡片而已耶 對啊,好厲害 那我如果給它看這張唱歌 它該不會是唱歌給我聽吧 對啊,沒錯 真的假的 那我給它看喔 好 你看 唱歌 好厲害 好厲害 快快快回來喔 所以還有其它 它有聲控嗎 還是沒有 它可以接收一些簡單的 一些聲控 是哪裡人啊 這是一個冷笑話 這個是冷笑話嗎 這個是冷笑話嗎 那是什麼是哪裡人 綠豆是哪裡人 嘉義 因為綠豆嘉義人 它已經過了 好冷喔 這一張呢 這個是它看到就會發酵 好詭異喔 還有這個 這個 有了 這都會辨識卡片喔 對 好酷喔 怎麼那麼厲害 難怪得獎 這個呢 你看這個 厲害,這邊有鈕對不對 按下去的話 這邊 上面 上面 你發現它的 主要的秘密武器了 它是什麼秘密武器 這個就是它 獲得一個專利的微投影 微型投影器 可以看看嗎 它就是說可以 把這個投影畫面 就要按一點對不對 對 打在任何的桌面 這個桌面 可以變成一個 觸控螢幕 等一下 你可以的 這是一個觸控螢幕啊 對 觸控的 對 天啊 之前說那什麼iPhone5 可能會有那個就像這樣子對不對 它投出來我們可以觸控的啊 對 它是隨處隨地 都可以當作一個觸控 居然這樣可以玩遊戲喔 對 那這個是 有點像Facebook的那個農場 對 你可以去做一些粽子 你看它手這樣子對不對 我們可以投出來 然後之後 好厲害喔 太正了 這台好厲害喔 好,了解了解 稍微看一下好不好 而且編完它還要跟你講話耶 對 所以這一台的主要功能 等於說算是一個互動跟陪伴 還有遊戲 對 還有教育的一個功能這樣 好厲害 能夠得金牌這個很棒 對啊 那還有什麼其他旁邊幾次 可以跟我們介紹 再來呢 介紹一個算是寵物型的機器人 對 那這個呢 這個機器人呢 它身上就是搭配了 大概三十八個感應器 所以說呢 它可以做到跟人 或者是跟外在的環境互動 你可以抱著它 就像抱家裡的寵物一樣 那像它是會學習成長 它有 算是有裡面內建一些人工智慧 睡著了 好,我們讓大家睡一下 旁邊這個呢 那這一隻呢 它是來自日本的一個 有算是醫療功能的一個機器 它有到醫療功能 為什麼 那它主要的功用就是 去陪伴老人家 那它會怎麼陪 它就像活生生的寵物 像小孩一樣耶 我們摸它 它都會有反應 你要摸它 你對它有點愛 乖 你看,你摸它就很開心 乖乖 然後包含像這個 鬍鬚也都有感應器 對 因為像它 不喜歡人家摸它的鬍鬚 所以我摸這邊 它就會躲開另外一邊 你看,摸它鬍鬚 它不喜歡,它就會躲 你看 真的耶 它不喜歡 像這種的造價會很高嗎 這種 這一台它本身價格不便宜 這台 這個台幣就大概要超過十萬塊 對 不過它這麼活靈活現的應該要 對啊 對啊 它可以抱著睡覺耶 把你兒子放去旁邊 它就會不要弄心了 好 沒事就睡覺喔 那這一隻 那這三隻呢 這個呢 也跟剛剛那隻小猴子機器人 有一起去日內娃參戰 得到銀牌獎 它為什麼 它的厲害 它主要就是說 它會去辨識音樂的旋律節奏 然後去 然後跳舞的一個功能 真的假的 它會對拍啊 對 你的歌耶 歌是輸入在裡面的是不是 對 那另外一項 這個螢幕畫面 這要怎麼輸入進去啊 這是我的專輯封面耶 對 一般的這個 MV3 MV3打換 就像MV3嗎 對 那它的胸口的這個螢幕呢 就可以當作數位相框 對耶 你可以幫你喜歡的那個相張 對… 這個已經量產了沒 這個還沒有 對 它還算是一個 就是剛完成的一個階段 這是充電還是用電池啊 它是要用充電的 就像MV3一樣 對 很可愛 因為一般我們家裡面 如果放一個喇叭只是聽歌 可是它還可以這樣動來動去 那另外就是 如果它本身不播放音樂 那透過旁邊的音樂也播放 它也可以偏偏吸這樣 真的假的 試試看… 好 你們先把它音樂關掉啊 剝小聲就好了 沒音樂了 好意思喔 對啊 好好玩喔 這個厲害真的滿酷的 好好玩喔 你看它真的跟著音樂耶 可是這樣會很容易沒電啊 它如果充飽電的話 大概可以跳個半小時50分鐘 沒有問題 真的假的 好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邊好不好 好… 你手機也放我的音樂 謝謝你耶 對 不錯…好不好 接下來 這是Elmo 它是就是說 可以算是全球 真的假的 對 那就是說我們只要燒它癢 那它就會 在地上 我們把它放在地上 它就會笑 它會笑到 東倒西歪這樣 它會笑啊 對 它現在燒它癢 那其實它的秘密就是 它的左腳 肚子跟下巴都有按鈕 下巴 它其實是按鈕 按鈕 按鈕所以按鈕它就會笑 那現在已經在笑了 它還在偷看你內褲 很像 看它笑就像 它在側面耶 它可以側面 對 它的動作會越來越多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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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我很貴嗎 這隻我喜歡 還滿便宜的 我買 對 台幣不到1000塊 我買 你有沒有賣 我沒有賣 這玩具店買得到嗎 這個因為它量產 當初聖誕節一退出 就已經搶購一空了 這隻太好笑了啦 這隻太好笑了啦 你不要讓它笑了 還有別隻 笑 好 讓它繼續笑 好 它再別隻看別隻 這隻是什麼 它這隻呢 聽說這隻是唯一的女機器人 對 是比較少見的 以女生的一個外型 設計的一個機器人 它這台好好喔 那它要可以讓它動嗎 還是說它就是看 對 它可以做一個簡單的互動 例如說 它知道是男生的話 靠近的話 它就會做親吻的動作 這不到底是男生 它怎麼分辨 對 納豆哥可以來試看看 哈囉 有耶 有耶 有嗎 有嗎 哈囉 哈囉 有嗎 這發作親了 那如果是女生靠近它呢 可以試看看 安心啊 來 要前面 振前嗎 對 給個面子 所以說它會辨識 也有親啊 因為安心啊 你是男生 可以啊 沒有 這次 下半天有人看不見它就會親 對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很 風騷的機器人 對啊 很喜歡去親人家耶 比較未出 那螢幕而已 這兩隻就比較像是我們 憑你來想像到機器人的樣子 對 這個算是就是 一般我們所謂就是 歸類在人型的一個機器人 對 對 那它是用相當多的這個 相當多的馬達組裝起來的 那馬達的位置就是這個 黑色的這個一顆一顆的 一顆一顆都是馬達啊 對 那不含腳部也是 對 好 這個是沒有互動的 只是它自己在動 對 它這個就是 我們寫好動作程式 那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它就會跑這些動作出現 它在幹嘛 它做早操 做早操 它基本上它的動 任何動作都可以做到 只要就是 我們把這個程式寫進去 它的馬達旋轉的角度 轉得到的地方 可以 它可以 它翻身抖 它幹嘛 它不會 這轉身是鳥 好強喔 好靈活喔 它會倒立 BREAKING 哇塞 它就 你就放了它 它就自己一直這樣跳跳跳跳 對 它會把程式跑完 這些動作程式跑完 就會 就會休息一下 踢足球動作也可以 好 我們讓它自己先忙一下好了 好不好 我們還有其他專教幹 對 現在功能啦 除了說 我們陪伴娛樂之外 聽說放在救援方面 也是很有用對不對 對 那像 現在介紹的這一款 這個就是嗎 對 這個呢 是就是說它是一個 可以用作遠端監控的一個機器人 遠端監控 所謂遠端監控就是說 我們機器人 假設我們放在家裡 我們人在外面 我們想要看一下家裡有沒有 這個異狀 對 我可以用手機跟機器人做連結 就可以直接看它 到處東跑西跑 手機就變成是一個遙控器 可以抓尖耶 對 去控制它 這個也可以抓猴對不對 對啊 放在家裡面抓猴用 然後也可以做救援 因為譬如說有些地方 人類可能沒有辦法進去那環境 就可以派它進去一下 對 那旁邊這一隻啦 這隻聽說是你們館人類 目前休長最貴的一隻 對 它算是我們裡面 館廠最貴的其中一隻機器人 為什麼它貴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呢 主要就是說 它裡面使用的一些零組件 都相當的貴 大概價值最好這一隻 這一隻大概要七千塊美金 好 我們先不要碰它好了 那它可以幹嘛 它的話一樣 它有做遠端監控的功能 跟這個一樣 因為你看它這邊有一個鏡頭 對 它的眼睛就是一個鏡頭 但是其實說這個靈活度 搞不好這隻還比較高對不對 其實它的靈活度也滿高的 它也可以做一些翻跟動作 了解 那這一隻呢 為什麼要放這個 這個就是 算是古機械的部分 對 這個是 就是相傳是在春秋戰國時代 就有了一個機構 對 這也可以動 可以動 那動一下 好 如果我把它放在地上 它就可以 我覺得它腳動得好像真的耶 怎麼這樣 你看 真的孤單的時候買這個很好玩耶 對啊 在家裡面也是可以 稍微感覺一下 它會有把苦嗎 它會有把苦 還會有把苦 滿有才華的好不好 OK 來看一下這邊還有這個 這個滿好玩 這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樂團機器的 就是說等一下我可以示範 就是它播放音樂 好 是怎樣 它是聽音樂才動嗎 你可以注意到它就是 每一個樂器 在有播放的時候 它的動作就會出現 對啊 它是有搭配樂器 鋼琴 你看 它有跟著節奏啊 然後你看這個主唱嘴巴就開始動 它在唱歌耶 怎麼會動耶 這個是你要特別把程式寫進去 它裡面有一個專屬的音樂卡帶 對 它裡面包含了一些動作的層次 對 跟音樂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是不一樣 它怎麼沒有動 這一隻 它是寵物機器人 就是說你可以摸摸看它的頭 它就會跟你做雜招 它是講日文的啊 對 我講話要學我講話嗎 還不會 還不會就是 就是摸頭部 然後會有跟你一些互動這樣 好可愛喔 大概是這樣子 了解 這個 好 小主來 今天我們介紹這些收藏 大概是你們館中的 一小部分而已啦 多小部分 大概三分之一吧 三分之一 對 館裡面還有三分之二 更多更精采的機器 對… 所以大家到台中的時候呢 你們管大家都平常 什麼時候開展 我們平常就是一般上班時間 都可以接受預約來參觀這樣子 需要門票嗎 不需要 完全免費 餵滿十八可以嗎 當然可以 當然可以 很多小朋友去那邊 我覺得玩得很開心的好不好 那真的希望大家今天 有空來多來交流一下 好 今天再一次謝謝小董 在跨打時間是 帶我們看了這麼多的機器人 再謝謝小董 謝謝 謝謝小董 謝謝